因为中国的学问是种起自信的学问 它把你的智慧启发出来 因此我们想学国学 第一点它是私意的 第二点呢它是为己的 为己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他如物讲 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首先就心有旁骛 就想到我学这个 就能得到什么 你老这样想 这什么 为人之学 那么也讲我们现在提为人民服务 你怎么为己啊 这个理解完全错误了 为己之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内心 提高自己的学识 提高自己辨别事物能力 然后你才能齐家 才能治国 才能平天下 为己之学的终极目标是利他 而这个利他 那这是卢家的最重要的思想 抖音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